学校的历史 四年级历史 代表上学校的历史 学校是学生群读学 和这样好平等的地方 社会晚上的学校 就能提供good的environment Ari-School都有自己的历史 身为学生的我们 必须了解 学校的历史 没错 首先来学习 学校的位置 location 就是我其他 我昨天才认识了 一个新的历史朋友 还告诉他 你学校的location 哦 不错哦 我说 我学校的位置在马路旁边 附近有 马上 还有 Fair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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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什么我一个 笑死我 他有笑我 还是我 给你 不会了 你应该说 学校的位置 在西地 附近有 住宅区 什么market hospital 等等 哎呀 真丢眼 来妈妈啦 下次就懂了咯 嗯 学校的成本 可以在校会 下集 标语 到底了解 学校的事物 对 maybe小学生 不论六年 都不知道 学校创立的年份 还有见像的过程 当然 还有学校名字 都有来 而且 阿爹 我学校有很多校长的 不说八道 真的 有了校长哪个姐那 就叫我一首神 不知道的时候 就脱水了 第一 校长only one 其他都是副校长 姐 我要讲headmaster 你知道为什么吗 因为校长的工作很爽的 怎么说呢 是啦 校长不是哪个要办 所有人 不就是做他office 吹 阿爹 不行啊 我可以办法 校长的工作很 busy 真的吗 校长的责任中大 又处理真正学校的事物 副校长呢 副校长和分为 行政副校长 靠外活的副校长 校发副校长和 学生事物副校长 学生事物副校长 行政副校长 行政副校长 是哪个 哪个最盘 不对 都是行政 是协调学校所有的学术数项 阿爹 如果在学校发生意外要捕损 你可以找学生事物副校长 她是处理学生的鼓励和生事地的 课外很多人就讲课外很多副校长 诶 下午班 副校长是不是 settle下午班的事物 答对了 那根本是谁拿自己拿的 那根本是谁拿自己拿的 RELAX 我跟你说 明天 你去下班头 问她 就知道是谁了 起立 行李 谢谢大家 下车钱 记得按订阅 还有小铃铛 再帮忙分享出去 我们先次见 BYE 行政副校长 是哪个 哪个最盘 不对 都是行政 就是协调 学 上次 下车你了解选校的事物 对 美 哈哈哈 Billy Tree 出去 起 起 来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